虽然今年年轻人不买手机了 但买手机壳的镜头却是越来越大了 调研数据显示 75%的智能手机用户都会给自己的手机带壳 而如果聚焦到iPhone用户身上 这个比例是更夸张的87% 想一下你或者你身边用iPhone的朋友 是不是全部套着手机壳 要我说反正用户都套着层壳 每一代iPhone还涉及那么多颜色 纯纯是多余 有人说现在卖手机壳比卖手机更赚钱 这还真不是瞎说 早在2020年 主营手机壳的捷美特公司上市 成了中国手机壳第一股 他们19年仅靠手机壳就创造了6.57亿人民币营收 其中生产销售自由品牌保护壳的毛利率高达55.83% 为华为等品牌制造出厂手机壳 平板壳的毛利率在当年也有32.08% 虽然他们去年的财报数字不理想 但手机壳的整体毛利率仍有32.3% 作为对比 同期小米的智能手机业务毛利率为11.9% 所以从毛利率角度讲 卖手机壳确实比卖手机挣钱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品牌Castify 也是海内外都颇受追捧的网红手机壳 如果你之前没听过它 那进入旗舰店的瞬间 就会被手机壳300到500的单价吓一跳 还别以为这种价位的手机壳只属于小众 今年他们网络旗舰店开店当天 就创造了日销百万的成绩 另外他们已经完成了近千万美元的A轮融资 充分说明了资本的看好 有机构计算 手机壳将发展成一个每年1575亿人民币的庞大市场 然而话虽如此 对于单一的公司来说 想挣大钱却并不容易 手机壳是个门槛较低的行业 后壳图案几乎没有版权保护可言 潮汐泛滥 而想用材质来打造高端产品 消费者也未必买账 举个例子 苹果官方推出的液态硅胶手机壳 这两年非常流行 这种材质不便宜 苹果售价400元以上 第三方使用同样材质的手机壳 也在100元以上 但你会发现 某宝和某多上 有海量售价在10块钱以下的硅胶壳 它们都是高仿材料 手感不如真正的液态硅胶 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发黄等问题 但绝大多数消费者 真的并不在乎这种微妙的使用体验上的差距 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二者之间存在差别 所以虽然人人都在买手机壳 但却从未有一家手机壳公司能做成独角兽 甚至可以说 所有公司都只能靠价格战来维持生存 像我们刚才说过的杰美特 去年的财报数字就不太理想 而他们推出的中高端自由品牌 目前为止也不算太出圈 所以说 手机壳市场这个蛋糕是越做越大了 但目前看上去 好像每个人能分到的奶油并不多 未来几年 这个赛道能否有公司成长为优秀的投资标的 可能比手机厂商的私底更有看透 创作实在不易 对科技商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动动手指 关注一下吧 请不 请不吝点 Deiso